就会在夜晚做梦的时候跑到你的梦境来 比如说老师曾经呢遇到一个小朋友 因为呢他很期待说要过生日了 他很想吃蛋糕 每天都在想着蛋糕的事情 有一天晚上做梦的时候呢 他就梦到了这样的情境 你们看得出来吗 梦中的他呢变得很小的一个小朋友 可是呢他的蛋糕呢 却比他的身高多出好多倍哦 他的蛋糕好像变成一座大楼一样 他可以怎么样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都吃不完 那也有小朋友呢 因为他很在意月考的成绩 他很怕自己考不好啊 可能会被爸爸妈妈骂啊 每天一直想一直想 结果呢在做梦的时候呢 居然呢梦到像这样子 你们看老师手上拿的这一张图 这个小朋友呢他就做梦啊 因为他太在意月考成绩 他居然梦到他考几分 你看他考零分耶 然后班上考一百分的人有五十个 结果他居然考零分 而且连一些很简单的题目他都不会哦 比如说一加一不是等于二吗 他居然写三耶 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梦里面呢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有的人呢在梦里面呢会飞天遁地啊 很多特异功能都会啊 那有可能会梦到一些想都没有想过的事情 不知道有小朋友呢有没有听过南科一梦 从前呢有一个叫做淳雨坟的人 他平常呢就喜欢喝一点小酒 那在他们家的庭院里哦有一棵很大的大槐树 那有一天呢刚好是淳雨坟的生日 这时候呢他的很多的好朋友呢 都纷纷的来跟他庆祝生日 那一天因为他太高兴了 所以就喝了一些酒 酒后呢他的朋友都回家了 然后呢他就坐在他们家的大槐树下呢乘凉休息 这个时候他突然看到有两个人来邀他说 哎你跟我们一起去 结果呢这两个人就把他带到了呢一个树里面 然后呢本来那个树呢那个洞小小的 他进去了之后呢发现 呦原来这个大槐树里面呢别有洞天啊 然后呢里面是一个大槐国 这个淳雨坟呢到了这个大槐国的时候呢 刚好遇到人家在举办那种大考 他呢也就跑去参加 没想到还考了第一名哦 这个皇帝呢看到他考了第一名哦 然后觉得这个淳雨坟啊长得又英俊 然后又有才气就很喜欢他 那很喜欢他怎么办 就把他的公主啊许配给了这个淳雨坟 那婚后呢这个淳雨坟呢跟公主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咯 然后皇帝还派这个淳雨坟呢 到一个南科郡的地方呢去担任这个太守 南科就是这两个字哦 到这个南科郡去担任太守 然后他在那边因为也蛮连政爱民的 所以老百姓都很喜欢他就这样子日子过了三十年 他的生活过得非常的幸福 然后他也有了七个孩子 那有一年呢临近的一个国家就来攻打这个大槐国 很多的将军出去打仗了之后呢都被打败了 那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啊 这时候皇帝突然想到说 这个淳雨坟应该能力蛮好的哦 就派这个淳雨坟带兵去打仗 可是这个淳雨坟呢他会考试 可是怎么样 他对兵法一点都不熟悉 去打了之后呢 哇也被打得很凄惨哦 然后呢差点呢还被抓去当俘虏 所以皇帝就很生气就把他抓来 觉得说给你当这个大官有什么用啊 真是没用 所以就把他的食物都撤除掉了 把他扁为平民哦 然后这个淳雨坟就觉得很难过 他三十年的心血就这样子毁于一旦 他就突然啊 大叫了一声 突然怎么样 从梦中怎么样 醒过来 他看一看自己 怎么我还坐在这个大槐树下 嗯原来今天是我的生日朋友才刚走哦 那刚刚的三十年是什么 原来只是怎么样 一场梦而已嘛 这个大槐树就是什么 就是因为他在这个大槐树下做梦 所以呢就梦到说有一个大槐树 第二个故事呢 是小朋友都熟悉的童话故事啊 爱丽丝梦游仙境 故事当中的爱丽丝呢 有一天下午呢 因为很无聊 就跟姐姐呢 在那个花园里面的树下呢 在那边看书 结果看着看着呢 突然看到有一只小白兔 穿着背心 然后拿着怀表 从他的前面呢走过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